傳異片講查了先講 我們歡迎收看今期的生活調查團 我是調查員曉婷 在節目開始前提醒大家 記得來參加我們節目 在上個月 我們做了一期關於商家套路的節目 獲得觀眾們的熱烈反響 很多觀眾都表示 自己想了解更多商家的套路 而今天我們再次深入超閃 為大家揭秘更多關於商家的套路 商場其實對於每一個人來說 基本上都會去到的 但你怎樣都會想不到就是 我們去到商場的時候 經過這九曲十百萬的貨櫃的時候 當你買每一樣東西的時候 其實商場的人員都已經知道 你要選哪一樣貨品 和選哪一個型號 甚至連價錢都已經猜好了 你的一舉一動 它都全部抓在手中 不信一意去看看 你是不是一直都認為 自己是個精明的消費者 商家裡面的各種優惠活動 紅過你的眼睛 有時你的一舉一動 甚至你想買哪一件商品 哪一種型號 哪一個價位 商家通過神秘的讀心術 都可以將你的心思看得一清二楚 接約你調查員將會通過一個預言魔術 來進行展示 會等三位戰者去到商場 去挑選一個電熱水壺 每人給三百元 等他們以最低的價格 選一個性格比最高的電熱水壺 我們的魔術師說 他可以預言到 我們的戰者會選哪一種型號 和價位的水壺 不過明明商場裡面 有幾十甚至幾百種的水壺 他怎會猜到呢 我們先去商場了解一下 從超市工作人員那裡我們了解到 這間超市一共有三種不同類型的熱水壺 一種是小型的 一種是中型的 最後一種是大型號金 不過調查員告訴我們 他可以通過一種魔術提前預言 三位戰者會選哪一種的型號 在三位戰者買你之前 我早已將他們選擇 預言的結果寫在這張紙上 稍後我就會將它放在箱裡 等他們完結之後再來解決結果 魔術即將開始 下面調查員帶著三位戰者 來到一間超市的入口村 好了,現在我們的戰者已經準備好了 人手拿著三百元 去到商場裡面去選購熱水壺 好了,我們事不宜遲,行動吧 好 下面我們跟著三位戰者 來到商場中間 只見一號戰者就這樣 走向熱水壺仇懷區 仔細觀察了大、中、小、三個型號的熱水壺 不知道最終一號戰者會選哪種型號的熱水壺呢 我們再來看看二號戰者 咦咦,真是感到好奇怪 二號戰者並沒有直接去到熱水壺售賣區 而是在超市入口附近的特價紙巾售賣區 逗留一陣 然後拿捲抽紙往購物車裡收 他到底在做甚麼呢 難道忘記了我們冬天的任務 咦? 咦? 你怎麼會在這裡呢? 因為我想買這個 因為我看到它今天就不划算 又買了一種車 三百元才10元 所以我就買了 不是呀,我是叫你來買這個熱水壺 你不要忘記任務 記得的,記得的,等一下 快點,快點,快點 唉… 在調查人的勸說之下 二號戰者終於去到熱水壺區域 二號戰者會選哪個型號的熱水壺呢? 現在一號和二號的戰者 已經是買好了這個電熱水壺了 但是的話 我還未見到三號戰者究竟在哪裏 難道又去了問你不知道甚麼? 不行,快點找找找 在經歷了千辛萬苦之後 我們終於在日常用品區域 找到三號戰者了 說明今天是買熱水壺的 為何三號戰者偏偏來到 距離熱水壺區域最遠的位置呢? 難道它當狠狠? 為甚麼你又會在那裏? 我不知道,然後直接走走走走走走走就走過來了 你還賣了洗衣液 但我覺得它很划算,肯定都要用了 但你知不知道我們今天的任務是什麼? 那裏買電水壺? 對呀,你還不快點? 一個小時的時間到了 壽米戰者終於選購完分 我們來看看他最終選擇了哪個型號的熱水壺 經過一輪的選購之後 我們會見到三位志願者選擇的電熱水壺 不容易和兩人都選擇同一個中型號 我們見到三位志願者同樣選中型號 價值98元的熱水壺 而我們的調查員在之前 已經跟他們選擇的結果進行了預言 不知道這個預言結果又正不正確 我們拍照片表 下面我就為大家 中型號價值98元的電熱水壺 這個成功的預言不僅令到我們大喜一驚 明明商場裏有幾十甚至上百種的熱水壺 為何調查員可以成功預言自然者的選擇 甚至連熱水壺的品牌型號都可以成功預言到 因為看來這個適合一般的家庭 它又不會說很大很小的價錢 而且是比較小的 我是覺得買這種中好的 它就沒有大好的那麼硬性 然後呢 我又覺得小好的太不實用了 所以我就覺得買這種中好的比較好 比較適合家庭性格比比較高一點 在這裏 你是不是覺得我們在不知不覺被商家套路了呢 我們到底有沒有什麼方法去建造拆招 其實這一個是商家對於價格設計的一個套路來的 通常譬如說有大中小三種型號 或者三種size的這樣的產品的時候 商家就會設計到中和小的之間的價格 相差得不是很遠 大的和中的之間的價格就會相差得比較大 我們很精明的消費者馬上就會計得出來這個差價 那它會覺得我反正想買中的 加一點點價錢我就可以買大的 何樂而不為呢 那這一點就是中了商家的圈套了 當然商家通過這樣的設計 就會引導消費者去選中或者大的產品 原來在大中小三種型號熱水壺上面 商家想主推的是中型熱水壺 所以就特意在三種熱水壺的格格上面 做了一些手薑 逼你去買中型的熱水壺 而一開始他們就沒有想過 要賣小型和大型的熱水壺 所以當你問售賣完的時候 他會告訴你沒有了庫存 因此當以後我們再超市到這種情況的時候 真的要省定一點 想想中型號的產品是否正適合自己 再綜合考慮價錢等因素進行購買 厲害了 商家僅僅通過讀心術 就可以令到你對他言慶計寵 不過別以為商家的套路僅僅是這樣的 相信大家在合身的購物 整個當中見到一個細節 三位戰者選熱水壺的同事 都不讓而同買了很多相關的商品 而且大部份商品都是相同的 那又為甚麼呢 全影片講 查出先講 生活調查團正在調查 我們剛才從三位戰者的購物車當中 可以見到 他們除了我們規定要買的電熱水壺之外 還買了很多不單的東西 譬如有紙巾 譬如有紙巾 那為甚麼呢 講明是買熱水壺 為何戰者還買了其他無關的商品 我們來看看戰者買的這些商品 還發現了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明明這麼大間超市裏面 想買甚至十萬種的商品 為何三位戰者都不約而同 選很多一樣的商品 難道這麼巧合得這麼巧 我買這麼多是因為 我見到他今天比平時的東西便宜了很多 而且還買一送一 所以就忍不住去買了 我覺得這些東西 都是平時我們日常生活用的東西 而且他今天不會買 買一送一反應都會用到 不如就一起買它吧 戰者都表示 商場這麼大這麼多商品 他們很容易會被延到 一些優惠的商品所吸引 因此就算一些根本不需要的東西 他們都會放入購物車那裡 不信? 我們再看看下面這位街坊 你好 請問你今天是來買什麼的? 買方便麵 但是我看到你這裡好像 不只方便麵 有火腿長 還有蛋黃塊 那這樣什麼的? 那是之前沒考慮到 突然想到要買就買了 你原本方便麵是多少錢? 原本啊? 你就十來塊吧 但是我看之前好像四五十塊都有 沒考慮那麼多吧 沒多勾勾 我們發現很多網友都有類似的情況出現 很多人在進入商場消化的時候 都會懲不自控控制不到自己的手 總是越買越多 還有買了很多根本用不到的東西 使我們預算多很多的錢 無論是自然者的採訪 或是我們街坊的口中 或者是我自己結合自身的一個經歷來說 我發現我們買東西都犯了一個同樣的錯誤 就是去到商場裡見到淋淋淋淋很多東西 不知為何自己為了買一樣東西 但是會買到很多淋淋的東西 其實這個時候我就會想 會不會在商場設備的套路呢 其實商場的動線設計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學問 基本上的原則來說 商家都希望盡量延長我們這些消費者 在市場逗留的時間 譬如這麼說 最多人去買的一些生鮮的食品 或者是日用品 通常都會放在比較裡面 由入口進去再走 就會經過一條相當長的路 在這個路上的時候 你就會有機會見到更多其他的產品 並且產生這個消費 就是購買的這個行為 講到這裡我就發現 很多人去逛超市的時候 都會忘記買了很多東西 其實我覺得最大的原因 都是跟這個動線設計 通常的動線設計 是有著莫大的關係的 而且我還調查發現 三位戰者在排隊賣單的時候 都會不約而同地 在這個櫃桌附近 選擇這個特價的很多東西 當中有些什麼秘密呢 在新聞桌旁邊這個位置 其實是消費裡面的黃金位置 我們通常都會留意到 很多一些小零碎的東西 比如香口膠 朱古力 紙巾 計生用品 電池等等 都是會放在那裡 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第一 大家去賣單的時候 通常會等很長時間 又或者是身邊的小朋友 在那裡辦 在那裡吵 所以家長在這個時候 就容易去買這些小零碎的東西 或者是零食給小朋友 原來在超市收銀桌 是商家設計給顧客的最後一隻家人 一般在這裡 產品銷售量要高出其他區域 所以以後在排隊賣單的時候 真的要冷靜一點 千萬不要花了 應該花個錢 而你又有沒有留意到 日常生活當中 隨節可見的各種打節優惠 7.5節 第二份半價 滿50元減12.5元 這些優惠方式到底哪種更實惠 傳譯片講 查詢先講 生活調查團正在調查 無論是價格的設計 還是商場動線的設計 你都會覺得 哇 商場很精明 其實商場更精明都有 就是玩起這個文明遊戲來的時候 你都自己雲牌和不知買哪種好 平時買的時候 都會看到優惠折扣 例如7.5節 第二件半價 還是滿10元減12元半等等 究竟這三種優惠方式哪一種更優惠 接下來我就會化身為攤主擺檔口 看看我們的觀眾怎樣說 接下來我們將會設立一個攤點 進行某一款 售價為80元的家用刀具來售賣 同時我們付出三種優惠方式 7.5節 第二件半價 滿50元減12個半 看看街坊會選哪一種優惠方式 各位走過路千萬不要錯過了 過來看 過來選擇 今天推出的全套的刀具 廚房刀具僅受80元 而且有三種優惠方式 讓你們選擇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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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有一套的廚房刀具 然後是80元 有三種優惠方式 任你們選擇去買這套刀具 你們怎樣選擇 我還是會選7.5節 7.5節 因為實際一點 滿50元的 為甚麼 好像你減得多一點 我可能會選這個 這個嗎 是 但第三個 第三個嗎 即是滿50元減12.5元 直接減錢 因為對於我們來說 我應該多買幾套 可以送給自己家的親人 最後這個 滿50元減12.5元 即是直接減錢給錢 我還會選擇一點 對 對 實際一點 我會選7.5節 7.5節 為甚麼 因為感覺上會便宜一點 8.5節 這個 從街訪的結果看來 大部分選了半價 同滿50元減12.5元的兩種優惠方式 他們認為 就是這樣可以花最少的錢買到最便宜的東西 而第二件 半價更可以用40元的價格買到80元的套具 真是抵得不得了 其實這三種優惠方式 是商家在玩的一個文字優惠 我們細心想想 只有第一種方式才是最優惠 你只要買一件 你就可以實實在在地享受7.5節優惠 如果第三種方式 買到50元可以減15.5元 但其實上 你很少有機會可以剛剛好買到50元 通常都會超一些 甚至乎會買到六七十元 在這個情況下 你享受的折扣 其實就沒有7.5節那麼大 專家介紹 總體來說 7.5節的這種銷售方式 更加優惠一點 因為這種方式沒有其他附加條件 如果你想買一件刀具的話 不妨選這種優惠方式 但如果你想買兩件刀具 就可以選擇第二種優惠方式 兩種方式平均下來 每件刀具上面 花錢都是一樣 如果你還是不清楚 又不想吃虧的話 不妨拿出計算機 當場計算一計 看到這裏 是不是發現商家套路那麼深呢 接若你不如去自助餐餐廳 一解仇恨 而你又知道 怎樣才可以在自助餐餐廳 食梅館呢 傳影片講 查了先講 生活調查團正在調查 在這裏 你可能會覺得 這個商家的套路 明處不在 令你好生氣 但又好無助 急著家印有個地方 可以等你一解仇恨 就是這個自助餐餐廳 去到那裏 用不到100元的錢 就可以吃到你飽飽製製 你看 嘩,這麼厲害 而且網上還有傳媒 有一個自助餐廳 有一個自助餐廳 究竟可不可以 將我們吃夠本 在這裏看一看 食蒲菲攻略大揭鼻 你是不是每次都想 在蒲菲餐廳裡 大開吃雞 上世大晚說 要吃到扶長出 但每次都失大而歸 根本連本都沒有吃回來 不用擔心 今天我們將會帶你 行入自助餐廳廳 教你在蒲菲餐廳 吃梅本 來這裏吃自助餐之前 其實我們之前在網上 就已經找到這個功略 就是關於這個食自助餐的功略 聽說有成長相加分的網友 非常支持 究竟有多厲害 現在馬上告訴你 分別就是這個五個步驟去吃 第一個步驟就是 在吃之前 即是來之前 要餓你自己一兩餐 讓自己可以肚胸胸 第二個當然要選擇一個漂亮的位置 最好就是靠這個拿東西吃的地方 而第三個 來到之後 先不要吃點熱食 或者喝點熱湯 先來吃點酸酸的開胃菜 才是最好的 第四個 就是在吃熱菜的時候 一定要放到最後先去吃 中間可以吃帶酸味的水果 而去到第五個 就是吃甜品 不知道這個功略 是不是真的那麼可靠呢 一於去檢查一下 接約來 我們找到一家68元 免費吃兩個小時的自助餐餐廳 我們再找來兩個大位 王知悅者 小羊和小陳 他們的體重都是180斤左右 其中小陳作為空白對焦 隨意性 不受任何觸碰 小羊按照網上留著的功量來吃 看看最後誰吃得多 在他們吃的過程當中 工作人員 將隔離統計 食器的食物的總重量 和價格成本 聽說 兩位是月秀的大衛王 不過正所謂 一生不能長二死 所以今天就來到餐廳 舉辦新一屆大衛王比賽 小陳 聽說上次在你的沙河粉比賽當中 你以二十秒的成績 一歸第二 這次有機會讓你報仇 要什麼贏 肯定想 今天肯定是我的 那我留給你用 他說留給你用 我今天要留給你用 打開食器準備 打精靈 但是為了這個比賽的嚴謹性 大家再說 在這個過程當中 是不可以去廁所獲名 好 比賽馬上開始 比賽開始 只見紅橋大衛王小羊 按照網上的攻略 嚴格執行 他先來選擇一個 近取餐桌的位置 然後他開始不方不亡地 吃起了糧菜 看來這次比賽 他勝血再鴨 再來看看小陳 他正在瘋狂地吃海鮮 似乎不受小羊 旋言變講 查詞先講 趕過回來 繼續為你一一調查 自助餐大衛王爭奪 在這裏火熱進行當中 到底是用了吃自助餐功力的小羊 吃得更多更貴 還是小陳更勝一籌 我們馬上告訴你 經過兩個小時的緊張比賽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的選手吃得非常飽 而且已經吃不下肚 趴在那裡 不知道誰吃得最多 先問我們店長 結果我們兩個小時的統計 是小陳選手這邊吃的是 九千零八十一克 小陳選手的話吃的是 八千零八十一克 那也對小陳出得最多是吧 好厲害 經過一段激烈的比賽之後 這個賽果終於出現了 我們根本優勝者就是 小陳 都是小陳選手的 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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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自助餐比較合理的方法 第一是尚算開放掃 例如涼館開放掃 起作一個作為作用 第二是我們吃自助餐之前 最好不要喝湯 因為西式龍湯 因為沿和鹽份和脂肪較高 很容易飽 第三个是吃热菜 一般的热菜吃的份量不太多 一般减养三种左右就差不多了 第四点是吃热菜 我们一般会搭配煮食 例如饭或面搭配煮食一起吃 会比较健康 第五个是吃热菜的时候 可以穿插吃水果 水果含有果酸 比较助消化作用 第六个是吃完煮食后 吃甜点 例如糖水 或者冰糖 冰糖 有助消化作用 专家介绍 网上流传这个功率 确实有些用金 不过并不是适合每个人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身差异 就像我们这次实验当中的两位自然者 虽然体重接近 不过吃得多与少 亦和两个人的其他因素有莫大关系 不过普通人也可以试试用这个功率 今晚的问题是什么 今晚的问题是一般来说 超市收银桌附近的快烧品 销量要多过超市其他位置的商品吗 A.是 B.不是 知道大网的朋友 请掃描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以大网加姓名价 电话价地址方式 发送给我们 出发大网问题的六位观众 就有机会获得栏目组 提供的正味礼品一份 好吗 好吗 好吗